Hello 大家好 我是私家偵探Aros 今集就是帶大家吃這個燒鴨腿 就是這裡 這間燒鴨腿是來自於香港的 對於我來說 正宗得來是超好吃的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這裡 去試一下它的燒鴨腿 我們現在出發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輪的影片 就記得按LIKE 分享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條新的影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和TikTok 好 我們現在出發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介紹那些都要排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我之前介紹的麻辣雞煲 就是這個 現在在這個金牌燒鴨 都有買這個麻辣雞煲 大家記得買一包來試一下 吃完之後 又是會上癮的 很離罩的 我們現在排隊去吃燒鴨給飯了 金牌燒鴨創辦人 金淳源先生 是香港燒鴨名鋪 容忌創始人 金瑞輝先生的第三代 在2014年開辦了金牌燒鴨 同年10月 在米芝蓮指南 香港澳門2015 摘了一粒米芝蓮星星 新加坡分店 也是金牌燒鴨的第一間海外分店 店名就變成金牌燒鴨 由於新加坡沒有理想的鵝肉 所以燒鵝和燒鴨取代了 其他的食材 醬料等等 都是直接從香港入口 保持跟香港總店一樣水平 原汁原味 為何新加坡吃不到鵝呢? 因為在2011年 當時的新加坡輪量局 發現台灣進口的冷凍鵝 有低病原性禽流感H5N2 就是這樣 現在只有歐洲國家進口的鵝肉 金牌燒鵝一向採用黑中鵝 因為肉口骨細 肉質細亂 脂肪比較少 為了能夠在新加坡推出燒鵝 金牌燒鵝也試過用其他國家的冷凍鵝 但是效果就不太理想 所以沒辦法 唯有先吃燒鴨 我知道新加坡人很喜歡吃Hotter Center 或Full Cork 你可以叫它這一碟 你不用叫它整隻 因為它整隻好像是$58 我知道新加坡人很喜歡吃醬汁 現在就淋上去 不知道是淋在飯裡還是淋在餅乾裡 兩邊一起來吧 它這個飯是白飯來的 沒有那些鹹鹹的飯 因為在外面吃的雞飯 或者那些燒尾飯 它的飯總是有點鹹鹹的 但是這個是白飯 白飯味 加上它剛才的醬汁 就這樣吃它的醬汁就好像有點過分了 為什麼好像鹹鹹的 但是 混在白飯那裡又剛剛好 我們試一下沒有醬汁的 沒有醬汁的 好 試一下 它的皮是很脆的 然後它的肉也不會很肥 但是在皮和肉的中間 有夠肥膏 但是那個肥膏就不會太肥 所以你吃下去 一咬下去的時候 那些肉汁 然後中間的油的醬汁 超完美的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燒鴨 加這個醬 它這個燒鴨 加上這個醬汁 我覺得其實是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配的 我看到它這個醬汁的時候 我是叫師傅 那個師傅是香港人 有點不羈 我叫它分開了醬汁 因為我是很怕吃很多醬汁 但是這個燒鴨 放進醬汁裡 怎麼說呢 本身你不點這個醬 都已經很好吃了 但是點了之後 是更加好吃的 很難得的 因為呢 因為你在外面吃 一些燒鴨 或者叉燒 這樣 我通常都會酒汁 那師傅 都是那些北基師傅 北基師傅通常都說 吃叉燒 或者吃燒鴨 最主要就是吃它的醬汁 好嗎 但是呢 這裡呢 我覺得醬汁呢 是主角 然後這個燒鴨 也是主角 主角加主角 就是你當它是男女主角 這樣吃 那整碟東西呢 是完美的 是好吃的 它這個醬汁是很加分 有沒有覺得 有經常要它這個醬汁的呢 這個位置是很加分的 就是這條菜心了 因為呢 因為呢 你在新加坡 吃那些雞飯 或者那些 什麼 老鴨飯 我之前有拍過 或者外面那些 叉燒飯 很多醬汁那些 那些呢 他們呢 都是放幾塊 青瓜 那樣的 但是這裡呢 它是跟著香港 那個款式的 就是加兩條菜心 這個呢 就很有 香港的味道 它這個燒鴨呢 那個質素呢 其實呢 就有點像 香港 晚上吃飯 12個人圍著那些 即是那些什麼 六十大壽 七十大壽 會放的那些 或者結婚會放的那些 總之就是那些 那個燒味 那個燒鴨 或者燒鵝 那個質素 和這個質素呢 其實是差不多 接近一樣的了 所以 它這個燒鴨給飯呢 賣十元的話呢 那我覺得是 很划算 即是它的性價比呢 是很高的 對了 很大 嘩 滴汁 正所謂 吃個燒鴨給 男人都會有新幾 今集呢 就拍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一輪的影片的話呢 就記住給個like share給朋友 請留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 按下新的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呢 也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TikTok 好 那我繼續吃 燒鴨給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兩位 插槍